各位好 今天10月15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这两天我建议各位去收集一份报纸 叫人民法院报 因为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 上面有1.5个版 就是说一个半的整版了 然后去登了一个所谓小官大摊的 他的这些应该叫什么呢 那些资产 就是被扣押的资产 用这么多的篇幅来登 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 那大概说的是机器市的原副市长李传良 他整个的31亿的涉案金额 其中包括资金冻结了14亿多 查封了1021套房产 土地滩图27宗 林地8宗 扣押汽车38辆 扣押机械设备食材 冻结18家公司股权 然后我看了看 很多人都在说小官大摊这件事 说一个小小的地级市的副市长居然能贪污这么多 而且他上头写的也是特别明确 说贪污涉案金额31亿元 说是其中的房子1021处 然后是贪污其中29亿多 那受贿4800多万 挪用公款1亿1000万左右 那违法所得7325万 这个差不多就是这些数 我看了这之后啊 因为常年做这个媒体就有一个小小的警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事有点不太对 很简单啊 就是说如果您对中国的经济 尤其东北的经济有一个基本了解的话 那你会知道基西这个地方 基西呢 是一个资源性的城市 原来呢 是煤炭的产区 那后来呢 现在呢 因为有大量的这个石墨 也有它自己的一个工业体系吧 那它最大的 最牛逼的工业呢 应该是 工业上的设备的应该是煤矿机 矿机 那像这样的 这种地方呢 它只有150万人左右 每年的整个的应该叫什么 它的财政收入 去年大概只有40多亿吧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今年还好一点 这样的一个水平的地方 一个地级市呢 如果出了这样的小宫市巨摊呢 你会觉得非常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字不对 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啊 可能各位对这个数字 包括我在那也是 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强强烈的认知了 因为太多了 31亿 这我想象都想象不出来这是多少钱 这个可能有人 可能各位你们有人比我牛逼 你们能知道这是多少钱 我知道不了这多少钱 但是呢 我知道这个钱数跟它所处的位置 以及这个他就是他的这个江湖地位吧 就算是说这个行政级别 还有他所处的这个环境 那不太一致 如果你要说是这个数减十 就是不是减十 就是说十分之一 我都懒得做这个节目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这个人 就是李传良这个人 他处于这个南方 比如说在东莞 比如说在那个深圳 比如说这些 这些珠三角 长三角地区 那我也不说什么 因为在那个地方 你有实权的这种官员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东北 在这种地方 他就是怎么贪 不太可能到这个程度上 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先说这事 我不是说为他 为他什么 他也不用我给他洗什么底 就是先跟大家说 先说清楚这事 所以就是说 不论是从他的这个行政级别 以及包括他所处的这个位置 就是他经营的这个位置 都做不到这件事 所以是为什么就是说 把他给拎出来 说三十一亿 这里我看了一眼 就是大致看了一眼 大概来讲 应该说是一次 报复行动 大概是这样 应该是可以 可以这么肯定 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这个人呢 大概是在一二年的时候 就成为这个副市长 在那之前呢 他是作为这个当地的财政厅的厅长 财政 应该他们叫财政厅吧 然后他是 但是他们那块呢 是一个地级市 财政厅呢 也不过就是一个处级的干部 升到副市长呢 大概是一个副厅级 就是厅局级 副的 副厅局级的干部 甭管他分管的是什么 比如说他分管还是财政这一块 那他的那个地方呢 就没有多大 就是腾诺的范围比较小 在17年的时候呢 他就辞职了 就没 就不往下干了 18年的时候呢 就是据说是在畏罪潜逃 那就是逃到国外去了 但是之前呢 把家人呢 也大量的给送出送出了国 在2000年的时候 他才是正式的被通缉 就是说在17年的时候 他辞职 然后在他被通缉之间 他有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的时间呢 不但是他自己没有被边控 而且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弄出来 然后到现在夸级又把这个东西 整个的他的所有财产 整个整理一遍 经过几年之后 又给他报出来了 那像这样的情况 你会有一个疑问 你对中共的这个执政 你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实际上在15年之后 对于这个离职的审计 就已经非常非常严格了 各地其实原来就有离 所谓离职审计这一回事 你要如 不论是你是正常退休 还是你去辞职下海 这个对你在职务行为上的 这种审计的工作 一直会持续一段时间 只有当你离职的这个审计 能够通过之后 你才是真正说 算是安全落地了 当然这个很有可能 你也未必能安全落地 因为有一些 这种所谓的窝案 它可以给你这么揪出来 但是呢 它一般来讲 离职审计完了 不会再往下追究什么太多东西 你比如说像任志强 他为什么说 这个他是一个冤案 非常糟糕的一个冤案 就是他当年也是经过离职审计的 包括他原来被抓进去一段时间 他好像是在里头待了十几个月 还是怎么着 还是几个月 就是他那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 他这是欲加之罪的东西 给你把所有东西再给你 用后期的这种法律法规 然后套前期的他们这种 在市场经济不完备的情况下的这种行为 我可以给你搁进去 然后给你抓进去 给你作为一个罪状抓进去 那像他这样17年主动辞职 主动辞职应该是主动辞职下海 他去把这个离职审计做完 到18年离开国内 然后给他立案再通缉 这个基本上来讲 整个流程你可以看到了 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叫吞他的财产 当然他的财产是不是好来的 这件事不好说 为什么呢 是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说起贪污受贿这种事 有一个误区 就是一般人都有一个误区 比如说我们一般认为的贪污受贿 是别人给拿过钱来 对吧 拎着月黑风高 天之地之你之我之 拎过一批箱子了 然后里边有美金有英镑 有欧元有手表有黄金 对吧 刚刚你往您这一搁 您打开一箱子一看 哈哈一笑 第二天给他批个条子 或者是给他做点什么事情 OK 这叫大家认知的贪污受贿 但是实际上而言并不是如此 很多情况下 这种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贪污受贿 他利用他的这个职权 拿过很多的这种资源 然后呢再做生意 你像比如说举一例子 就是说退休官员 或者说离职官员 发财的例子 到今天为止没出事了 您比如说举 各位你们可以查一个人 叫樊健川 樊健川呢 是中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富商 以及中国盖了很多博物馆的一个文化 文化人算是个文化人吧 然后呢他盖了博物馆 收集了无数的东西 他原来呢就是当官的 他后来辞职下海 利用原来的这些建立起来的关系 整个的把他的商业帝国建起来 挣了钱了 然后在四川就盖这个博物馆 收集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这种文物 对吧 他其实他那文物 其实也算不上特别好的那种文物吧 但是他亮大 亮大广宝那种 然后盖了这个盖了好几个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 各位可以去看一眼 到今天为止还是很风光的 那这种情况 就是官员这种下海经商 往往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说他是不是贪污受贿 或者以权谋私 这个东西他离开了 这个你就不好讲了 对吧 谁都有关系吗 因为中国包括中国包括外国 做生意很多时候是一个关系的事情 那盖建川老兄他干的这活 你说不出什么来 这个李传良呢 我个人估算着 他在12年左右 1213年左右的时候成为副市长 然后没待几年 他就辞职走人了 那这这么短的时间 即使包含他在之前 在财政厅的厅长的位置上 他这个时间也不太可能 让他积累这么大的这种家产 他大概率是什么呢 通过自己掌握的资源 通过自己的关系 然后建立 让他的家人或者其他一些人 建立起一个他们家族的商业帝国 这个可以说商业帝国了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虽然不是说像什么比尔盖茨他们那些 但是这个基本算一个小的商业帝国了 至少是诸侯国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事 那他就是这么一样一个用这样的途径建立起来的 这样的时候呢 他如果说继续往下走 对吧 这个呢 你为什么他有18家公司的股权呢 他用的都是这种模式 然后用入股啊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资金啊 这些资金是怎么来的 初始资金怎么来的 有可能是他收受的一些钱 对吧 初始资金 有可能是他家里人凑的这些钱 但是这些他商业帝国能够建得这么快 然后发展这么大 肯定的来讲 跟他当官这个位置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东西 你说他是不是好来的 肯定不算是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整个官场当中 这算不算一个普遍现象 这算 这算 所以呢 他所谓的这个贪污受贿的这些东西啊 实际 他他还不叫受贿 他叫贪污 他贪污的为什么是这么多 就是他把整个的这些 他整个家族的这个企业 所有的大部分 绝大部分资产 都 把它作为贪污的一个 一个钱 搁在里边了 所以他29亿多 这是最大的一块 那挪用公款这一块 各位你们就知道啊 挪用公款这种东西呢 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发放的贷款 给他家族企业发放的贷款 因为财政这一块管的嘛 这种 那包括像他的受贿 他受贿是最少的 他31亿的这个整个的资产呢 他受贿其实最少是4892万 你想想看 那在他的这个整个商业帝国里 他是一个非常 商业诸侯国里 他是一个非常小的一块东西 对吧 这个是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罪名 他是受贿的 挪用公款或者怎么样 这个其实都不重要 对吧 违法所得呀 这些东西都是 只能是说王夏这个 就算是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 钱我没法给你归类 我就搁在你违法所得这了 那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 把他整个的 他自己建这个商业诸侯国 一手就给超清了 那就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说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呢 根据这蛛丝马迹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他在这个网上 有一些的这个 这个发表的言论 他逃出国之外 那之后 他呢 有一些这个言论 包括对共产党的这些说法 包括其他一些东西 应该来讲 如果我对这些人的了解 没有太弄错的话啊 大概是这样的 他属于什么样的官员呢 他属于类似于 就是有正常思维 但是呢 也有个人利益在里边的 中共的非常典型的官员 就是我们要知道中共的官员并不傻 他们知道中共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这个正洁何在 但是他们在这个体系当中 他只有几种模式可以让他在升官 一种同流合物 这很正常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 另外一种 明哲保身 那我不他 我不 我跟着你吃吃喝喝 没问题 这个我岔数一句啊 就是说 虽然最开始时候 咱们圣上有了这个所谓八项规定这件事 那这些东西都算是违规违纪的 但是实际上这种八项规定 在硬的硬条件上 基本上是给他把这个东西给杀住了 比如说那个豪车 对吧 比如说这些东西给杀住了 但是在软性的这些 各种各样这种收受贿赂 或者是说收受的那个礼物啊 请吃请喝去那个去玩 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太杀住 这样的模式 那就是说 你就可以跟着他去吃喝玩乐去 这种官员有没有 有 有很多这样的 尤其是副职官员 他往往呢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也就到这了 熬资历到这了 我也不想去圣职了 那你让我去收钱 我也不敢 或者是说呢 这个良心也说不过去 但是呢 平时这些该分的东西 对吧 我分到手 那该吃喝的 我也吃喝了 但是呢 你让我去真正收钱 我不干 大概是这样的这种 这就所谓的 不叫同流合污 这叫明哲保身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像李传良这样的官员 就是他特别清晰的知道 这个整个体系的问题 但是他也特别热衷的是投身到 给自己创富的这个领域当中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官员 我真的 这不是开玩笑啊 原来我见过非常多的这样的官员 他对于整个体系那种洞察 以及那种反 那种反 那种反感 是你特别清晰的可以知道的 吃饭的时候 那说的没有一句说共产党的好话 他哪怕他自己就是党员 甚至他就是书记 他也不会说的任何一句好话 都说的非常清晰的 这种正洁之所在 那这一针见血 毫无疑问的一针见血 但是你看着啊 这些人 他就是能够有 各种各样的 这种挣钱的这种生意 通过他这个位置 然后挣到这个钱 该搂的钱一分钱也不少 这就是中国大量的这样的官员 我这么跟您说一件事吧 就是这个有一位 有一位 有一位人凶吧 不说是谁了 那他干嘛呢 就是他一边非常讨厌特权 他知道这个特权完全不好 另外一边 那会儿 自己开的车是武警的拍照 您知道吧 但是他真正 这是他出去办事的时候 他一旦说 要是说去那个 比如说去政府大院 或者该上班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开什么一车呢 开一个帕萨特2000 就是那种非常普通的 那个不是帕萨特 这什么 就是有那么一两千 就是大众的一款车 不是帕萨特 这应该叫什么来着 我有点忘了 就反正差不多 就这样的一款车 就是很便宜的一个车 开过去 换车 他自己平时 他的级别不够配司机的 但是他自己 自己雇了司机 但是只开那武警的车 武警拍照的车 不开那个 不开这个车 这个车是他平时上班用的 当然他那个班也不是说 天天坐班那种 否则的话用不着第二个车 OK 大概就是这样的 非常清楚了解 中共的这种底细 真的 那太清楚了 但是他一分钱也不少挣 李传良这样的人 他就大致而言 就相当于这样的 甚至于包括像樊健川 当然樊健川可能在 他的任上 他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他建立了 一整套的关系体系 对吧 他为他以后的经商 挣钱打下了一个 很坚实的基础 那像李传良这样的 就等于是他家族的企业 他是把自己在这当官 然后别人 就都在周围围着他挣钱 结果出去之后 他就开始在说这些事 因为他已经觉得不对了 18年的时候 他一旦辞职离开这块 就已经觉得说 很有可能自己的政治斗争 在这个官场上 这个斗争已经不行了 我可能要出事 那我就辞职 趁着审计这东西能过关 对吧 因为他这个审计 你是很难审计到他本人 说他收受多少钱的 他很有可能这些东西 都已经给你抹平了 没事的 因为你到今天为止 你看他这么大的一个产业 他真正说起来的话 受贿 也不过就是4800多万 当然这话说的点过了 不到5000万的这个样子 挪用公款 这可能就是一家 欲加之罪 反正你放的贷款 给你家族企业的 我就给你算成挪用公款 这就算是完事 像这样的这种情况 他抹平之后 就赶紧就出了国了 出国之后 果不其然 他在国内的这些产业 就遭到了清算 这很有可能是当地政治生态的一部分 这种政治生态 就是说你在这儿 你如果失事了 你原来这一块蛋糕 你自己做的这块 你就是被别人要分掉 这是很多的这种地级市 就所谓的县城 就是县城波罗门 他们互相之间的合纵连横 地方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OK 好 那你既然说这样 一惊落万物生 要吃掉这一块 他就在国外 就又开始在说 这个共产党的不好 比较像谁呢 比较像 就是大家老跟我这儿 谈这个翟山英 翟山英老师 翟山英老师呢 其实我对他的事 我完全不知道啊 就是有人说 他比较像翟山英老师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跟翟山英老师没什么关系 我也对翟山英老师 过去的这个生涯 没任何兴趣啊 也不是 就大概是挣了钱了 然后跑出来 然后回头再说你这个 也有点像郭文贵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他并不是一个 一直以来的像这 你像我们这德行的 就是一直以来不当官 也不挣这份钱 也他们一直反贼 他跟我不太一样 那他呢 就是说在原来这个体系当中 他就回来就开始说了 我们可以去到那个 网上去查一下 他自己接受这个采访 包括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就已经在把 就是他在那个被通缉之后 就完全放开了 然后什么退党啊 什么那个 说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我党的坏话 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 所以呢 你整个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东西 他不是一个小官大贪的事 因为他没有贪到那个程度 他是呢 通过自己的这个关系 对吧 他建立了一个 自己的一个商业诸侯国 这个就是中国很多的这个官员 或者是地 尤其是地方官员 所能干出来的事 你可以看到这个 很多的在中国的这些 包括地级市 县级市 他在其中有一些实权的官员 他掌控着当地的 很多的这个企业 对跟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并 如果他并不失事的话 那这些东西是合法财产 一旦说他是失事之后 这些东西就都变成 他贪污腐败的这个证据 并且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说 他我们传统所谓的 这个贪污受贿 这些东西 小官大贪 不是这样的 他到不了这个 到不了这个事 到不了这么大的这种规模 尤其是在东北 像那些地方 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的 这个就是当地的这种政治生态 变化之后 别人要吃你 然后你就跑了 跑了之后 把这个吃掉 这还不算他本身 从国内已经转到国外的资产 我觉得他转到资产 大概因为他比较仓促 应该来讲 转的不错特别多 最多也就转出过 也就转出过三分之一 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当然在国外 肯定就可以生活了 不好意思 这两天 这两天秋燥 嗓子不太舒服 好几天了 估计得吃点龙胶伞 像这样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各位 你们不要去看他所谓的小瓜大摊 他到摊到什么程度 这个不是这么玩的 这大概来讲 它是一个生意 它是一个生意 它很多的生意 也都是正经生意 因为他最开始的资金注入 或者是怎么样的 它是一个不大的一个玩意儿 然后后来是他自己的这种滚动以后 通过他的这种关系 拿到这个项目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种关系拿到项目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各种人都是凭着关系才能拿到这种市政的项目 或者是说这种像什么 你比如说像他的土地 贪土这种东西 还有房地产开发 他那一千多套房子 更多的可能性 还是他的房地产开发 没卖出去 或者说到今天还在他名下的一些东西 但因为他查封以后 他就等于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些玩意儿 不定不是说他买了那么多房子 北京我去买个一千套房子 我操这他妈谁 一般人谁敢干这事儿了 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国 我这么跟大家讲 这就是一个中国的底层 应该是说中国的基层官员 中低层官员 因为副局级是在地方上很牛逼 但是在中国的官员序列里 不算一个特别牛逼的阶层 中低层官员 然后在基层单位的 最基础单位的这样的一种生态的一个表现 然后他拿的 只不过他更有精英头脑 然后更能够把这个东西凑在一起 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商业诸佛国 就其实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被其他的这些人觊觎 然后政治斗争被要分掉 要分赃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然后再到国外跳返 再回来再说 不是像大家想的 说我从财政里就能 或者是从当地的这些企业当中 就能搂出30多个亿来 因为至少是31个亿 其他还有什么他拿走的钱 弄个三四十个亿 那个是做不到的事情 这也就是中国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腐败的形式 甚至于好多的时候 你在中共的体系之下 你要不是政治斗争的有这样的结果的话 你甚至于都不能把它归结为一个完全的完整的腐败 你真是你很难归结到 你比如说我还是跟大家说 你比如说像樊建川 樊建川老兄的这种公司 对吧 你觉得他通过关系拿的这些东西 通过他原来作为官员 然后包括他父母 原来留下的资源 他拿的这些项目 你觉得他算是以某种程度贪污腐败吗 这个东西就很难讲 爱为不明的事情很有意思 所以各位你们可以尽量的去观察一下 这些东西的背后的玩意 直接就只是说小国大贪 贪污这么多 中国是怎么样的 没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的 做生意 通过初始的资金 然后做生意 然后把他做生意发展起来的东西都算要贪污力 这种模式 你要把他都归结到说这种贪腐 还是有一定小问题的 不是说这种归结有问题 因为你哪怕你是抢银行 你存在银行里边去 你再拿着利息 这个所谓的涅稀 它也有这样的这种 就是所谓的违法的 归到违法的这种资金里边来 但是你整个的 它这么样的在中国普遍的这种状态下 如果你要这么查 那基本上你看这个地级市县级市 大量的这个企业 就基本上就别 就都别干了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在中国而言很正常的事情 这也就是中国背后某种运转的逻辑 也是中国官员背后的这种思想的这种轨 思想的轨迹 以及它的站位的模式 就是我说的 他什么都明白 但是每一分钱都精准的装回了自己兜里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路子 我记得前有人说过什么 中国人很多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其实这句话说的还是挺精妙的 应该说挺精妙的 都明白 也都知道愤怒 但是一样都会被这个体制所裹下着 一下往前走下去 如果不是说像这种地方的政治斗争 垮台 然后别人要吃它的话 那说不定他也就是另外一个辞职以后 然后成为著名企业家的樊健川了 对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 大概就是如此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下车继续